networks 感恩 我又上來了 今天因為高老師他有事情 他說今天要回應我的話 就叫我自己上來回應 這樣回應 好感恩 首先我來回應一下 我們倾夏師兄今天的分享 非常令人感動 這個上人曾經說過 真修行人就要上報四重恩 那四重恩第一個就是父母恩 我們能夠來到這個世間 沒有父母 我們怎麼能夠來到這個世間 所以我們第一個首先要報的就是父母恩 一定要報 再來就是三保恩 我們能夠聞法 能夠解脫生命之苦 就是要靠這個佛法身來給我們傳法 我們才有機會能夠聞法解脫 那第三個恩就是眾生恩 一日之所需 百公之所違背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這樣子 能夠於時無缺 種種趣具讓我們使用 生活品質可以這麼好 都是因為這個所有的眾生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然後最後我們要報的是什麼 天地恩 要感恩天地 這個天地如果天天四大不調 那我們天天都要怎麼樣 受苦受難 所以我們就要存著一個感恩的心 真修行人一定要上報四重恩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父母恩 那我們感恩感謝親夏師兄為我們所做的分享 那好 那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法語普論的這個單元 那今天這個主題 這個是身體佛詞轉小為大 這個轉小為大其實就跟轉迷為悟 其實有點類似 當然小不一定就是 他也還是他有一點悟 但還沒有全部悟 也可以說上人是用怎麼樣 其實上人他是在今天這個 等一下我們要看的這一個開示當中 他是用這個 世間新類似父親要把他的家業 還有他的財產傳承給他的兒子 這個過程 就好像我們要從窮子 轉變成附加子 然後轉變成佛子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來聽一下 這個上人是怎麼樣給我們開示的 跟我們講這個過程 請音控幫我們播一下這個上人 懂得一句話 我現在聽過五 mesi misSheigu 有史心中的出現 成文专校彼岛 属尾法座 老爸找孩子很辛苦 真不容易 經過了一十、二十、五十二年以後 只能找到孩子 孩子要接近老爸 也不太簡單 因為已經不忘了 徒生在外面 述處流動 很少 一直到 中年 一年 五十多年以後 老爸的家庭 也不太簡單 不過 因爺 生修 總是 老爸在找孩子 然後孩子 流動 又慢慢 向著 分析 老爸的家庭 又慢慢 接近 孩子 老爸 雖然不太老爸 老爸 又是老爸 這呢 出聲 寂相 生修 爹露 就對孩子 竟然這麼用心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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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孩子 那孩子 在外面 在那裡 流動 这些心的风筝 根本就没去想到分析 也没想到肥无 这是世间 世修 常常有的事情 其心的出世 也不懂 是中生路一主 他们的生生世世 就在找女孩 其实是在找姻缘 姻缘生小的 就能当到姻缘告发 念慕 发大心立台湾 像这样 才有法导教发 付陀佛于 就像世间的老爸 好的女孩 他就有法导教在头上 佛导也是同样 佛导比 所带生法 开佛体验 用种种方法 开心无力 佛导要开心 中生要无力 所以佛导 佛导 所带生法 开佛体验 希望大家 了解 让人们 在佛导 在佛导 中生 有生活的 潜力 在真实 教菩薩法 真实的教法 已经在法发会上 开始 思教了 希望人人 法菩薩师妈 立方世观 这是非常重要 佛道一生的基台 经过在基台 新闻转小偉大 转小性教 偉大性 就这样 业务完全转过来的疫情 思维法主 新闻 政府用它因缘因针进来 人人不得 别只掌握在 那个 特殿旗心 哪能 发大心 立台湾 就是 发轮专性 就是 专小性 偉大性 平常主 我们正人所说过 这么短的时间 就是 说老婆 找孩子 孩子 已经回来了 用什么 方法 让他来接近 挂近家役 如何分练 让他接受家役 这是很辛苦 感恩 感恩这个上人的开示 我们了解一下 上人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有上人的手 他说 事父寻子得子 受月付财 佛词说大圣法 开佛之见 好 这个在讲什么 他说世间的父亲 要找孩子来继承家业 其实就好像怎么样 佛陀来人间 要说大圣法 开佛之见 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我们继续看 他说这个父亲 要找孩子 其实很辛苦 其实佛 早就把法说在那里 只是我 我们愿不愿意去怎么样 去接住他 去接受他而已 那他说 这个小孩子 我们这个是小孩子 在外面流浪 经过了 一时二时五十几年 他其实这个是比喻 在五去流浪 我们通常有时候讲六去 有时候讲五去 差一个阿修罗道 但是这个其实都是一样 反正我们就是在这一个三界火宅 在这边轮回 那孩子要接近父亲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的心已经迷茫了 这个我们总是怎么样 自私自利 虚妄追求 不会想要回去找我们真正的父亲 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穷子 一直在虚妄地追求 但是这个上臣在这边讲 但是姻缘如果在成熟 父亲在找孩子 孩子流浪 他慢慢也会向着本家 父亲的家庭 来慢慢接近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世间的因缘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佛性 其实到最后我们慢慢的很自然 都会来接触佛法 或者是接触其他的正法 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说这个父母这个法 你看佛讲法讲那么久 他一直希望我们去接受去读 可是小孩子就是不愿意去接受 就是在外面浪荡放荡流浪 想要去追求他自己的这种虚妄的东西 都不会想要说去找什么 找这个真实的道理 一看到真实道理也不接受 这个是常常有的事情 好 那在这里 他说 其实出世的佛陀 他视众生如一指 生生世世都在找小孩 找孩子 其实是在找什么 因缘 什么是因缘 因缘就是连结 因为我们在生命 在我们意识的层次 生命跟生命是会连结的 宇宙的力量自然会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这个我们读佛法 我老师都认为 在我们意识的生成 这个生命 它是有连结的 它不是各个独立的 表象各个独立 但是在我们生成的层面 其实生命都是连结一体的 所以这个因缘要慢慢来 所以你知道因缘怎么样 你如果常常去接触 常常去怎么样 跟他了解 这个因缘就会越来越多 你如果能够常常接触佛法 常常怎么样 執念佛法 他慢慢的你跟他的因缘 就会越来越大 就会因缘成熟 他就会怎么样 你教化 然后呢 让你发大心力大愿 才能够怎么样 把他的家业付托给你 这里讲好多次 就是上人 发大心力大愿 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觉得 发大心力大愿 我没有偉大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我够够做 其实发大心力大愿 跟委不委大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有没有觉悟而已 为什么佛多要我们发大心力大愿 你不自私之力 你才会发大心力大愿 如果你今天 你回到这个如来的这个家业 跟众生一体了 你还是每天只想着自己 你没有为众生的心 那他怎么样把这个法给你 给你你也没办法真正的接受 所以他常常跟我们讲 发大心力大愿 我们要度尽众生 度尽众生 不是说我们要度尽每一个众生 而是我们怎么样 每一个有因缘的我们都愿意度 不能够说这个我没教育 我没得到 这样就不是怎么样 发大心力大愿 所以这样子你要发大心力大愿 其实佛的无限法财 他一直都在 但是你要愿意分享 你如果说我拿了之后 我只想要给我自己 我只想要自己拥有 他会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 所以你今天要了解这个佛的大法之前 最大的重点就是要怎么样 发大心力大愿 就像我们刚刚讲 我们这个心要打开 不要只执着在这个泡沫 你如果这个心没有打开 你永远不知道佛在讲什么 即使这个大法在这里 你也是没办法接受 你也是没办法了解 所以他说佛慈悲 说大圣法开佛之见 种种方法开示误入 佛陀开示 你众生要误入 你不去误入 他在那边 大圣法就是在那里 我们天天在读法 你就是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法是法 我是我 我永远是众生 佛的之见 永远是佛的之见 我永远是我的之见 那永远跟佛不能相应 永远不能得到法义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们都跟佛有同等成佛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做我们都有佛性 大家都会讲 都有佛性 但是跟你说 你会成佛 大家几乎都有怀疑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说 是真实教菩萨法 真实的教法 已经在法会上 开始施教了 希望人人发菩萨心 要立弘誓愿 约要我们立愿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一生的期待 更加期待 身文转小为大 就这样 转小圣教为大圣 就这样还未完全转过来之前 视为法子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我们刚刚讲的 那都是说 佛视我们如此 但是很多人 并不是真正认为说 佛只是把我好像当作他的儿子 视 视为法子 我其实不是他真正的儿子 那个差很多 但是事实上佛跟我们讲的 他到最后我们会读这一段经文 佛其实啊 在佛花经跟我们说 我们是真的是他的小孩啊 他所有的一切 我们通通可以继承 那重点你要去继承 你愿意跟大家共享 你才能继承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他说啊 这么长的时间啊 就是说 父亲找孩子啊 佛说法在那边说了那么久啊 我们也都没去接触 好不容易我们接触到了 就是回来了 那要什么方法让他能够放弃原来那个 流浪啊 那个奉通的这种想法 能够真正接受这个佳业 要怎么样训练他来接受这个佳业 其实这个是很辛苦的 你看我们大家读了这个大圣经 还是都是觉得怎么样 真正要你去发大圣立大圣都跟他说 这跟他大慈大悲好像都是伟大的人才能做的 这个发大圣立大圣都是啊 可能上人啊 或者是什么人 这个有很很伟大的才有办法做 事实上不是 大慈大悲啊 无缘大使同体大悲啊 这足统岁月 我们的什么 滴水大爱啊 通通是大慈大悲啊 只要我们愿意为跟我们无缘的众生啊 尽一份心力啊 来帮他们解决苦难啊 这个就是大慈大悲啊 任何人都可以做啊 不是说啊 只是有很伟大的人才大慈大悲 没有啊 除冬岁月 滴水大爱 都是大慈大悲 重点在我们的这一个心啊 有没有真的跟众生啊 合而为一真的去关怀众生啊 真的时时观世音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时时都希望能够补贤啊 不要自己好 大家一起好 大家一起做 这个是佛一家家是跟我们教话的 好 所以在这里啊 可以有讲到一个这个我们觉悟的过程啊 就好像我们从这个穷子啊 变成这个附加子跟佛子的这个过程 原来我们都以为我们好像啊 佛虽然说他说我们是他的小孩 但我们自己有没有相认 不敢相认啊 都认为啊 佛我们是好像小孩 但不是啊 我们是真的他的小孩 可是我们却都不敢跟他相认 以为说我们只是好像他的小孩 也不敢啊 看了法啊 这个佛啊 这么伟大的 我没法做不到 这个都 法是法 佛是佛啊 跟你 你是你 那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佛法相应啊 其实佛法上人都跟我们讲 是要让我们落实在生命中 落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中去实践 不是在那边拜 不是在那边看而已 所以这个过程啊 就是我们一个心态的转变 要真的了解到什么 我们是真的跟佛啊 有真如佛性啊 我们真的可以 怎么样 跟佛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有 佛要我们做的 我们都做的大 好 那这里我们往下看 所以这里他讲 他说自己还不敢自认我是你的孩子 不敢接受 本具一生之见 都知道啊 我也有一生之见啊 但是呢 讲来讲去 就是不敢真的怎么样 去接受 做来做去 还是执着在这个小法 就是不愿意发大心 立大愿 永远就是跟这个穹子一样 即使他已经在这个佛啊 长者的这个房子啊 在庄园里面啊 在那边生活了 他也不认为那个是他的啊 我们就好像 我们一样啊 读了法 这个法 你再说了这是佛啊 这跟我没关系 错了 法要入心啊 你要把这个读了法法 一定要把它入心 可且要把它在生活中实践 不是读一读 这个是佛 我没有那一代 跟你为父为他 真的都没关系 可是你的心 有没有觉悟啊 好 所以这里啊 就是他讲了 这段经文 我们念一下差不多 就可以换文 我师兄分享 他说耳食穷子 极瘦教赤 领之重物 金银财宝 集租库藏 而无虚取一餐之意 然其所指固在本处 夏烈之心 亦未能舌 付金扫食 付之子意 见以同态 成就大志 至比先心 这里他是讲说 我们在这个接触佛法 这个穷子 慢慢接触佛法之后 佛也跟他说 这个所有的东西 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拿 但是他也很高兴 他领之重物 金银珍宝 他会去帮忙 去顾这些库藏 但是他没有虚取一餐之意 他不拿 那会不是我的 顾在本处 还是维持在这个夏烈之心 认为刚才是穷子 佛的东西不是我的 但是慢慢慢慢 我们接触佛法 久了之后 我们接触到这些大圣佛法之后 也会怎么样 习惯了 见以同态 成就大志 至比先心 慢慢我们会觉得 习惯了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法 这个大圣佛法要常常读 读久了 他就会慢慢 改变你的心 你的心意就会慢慢改 你就慢慢就会知道了 这个大圣佛法 我也做得到 不是我做不到的 所以 这个在这里他有讲 这个经文说 临欲忠使 而命其子 并会亲族 国王大臣 岔利居士皆兮与吉 其子玄远 诸今当之 此是我子 我之所生 于某城中 舍无逃走 这个东西 这个是 好像就是佛 要临终 要入面之前他会讲什么 讲法法 这个讲法法今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 有众成就 外事众 内事众 所有的人 菩萨八万人 通通要一起集合来 有点类似这个意思 跟这个是比喻很像 佛要临终 要讲大法了 要托付他所有的家业 给我们了 他会把所有人集中来 跟大家宣布 让大家知道 其实那个穹子就是我们文法之人 好 呼吁此间 愚慧得志 本来跑掉了 他跟大家讲 此时我子 我时其父 今我所有一切财物 皆是只有 这个非常重要 他跟我们明明白白跟我们说 佛所有一切东西 我们都有 他不是对待我们如同小孩 错 我们真的是他的小孩 你不是像像王严庆的小孩 你真正是王严庆的小孩 有的都你的 所以他先所出纳 世子所知 之前我已经都怎么样 交代给他了 他已经慢慢都习惯了 通通了解 怎样去运用这个佛法了 所以最后你看 他说世尊 世始穹子文父此言 极大翻喜 得未曾有 而作试念 我本无心有所需求 今此保障 自然而至 他最后你看这个文 我们这个穹子 文到现在要听懂 所有我们读的法 都不是在讲佛 在讲谁 讲我们 都是我们做得到 我们拥有得到的东西 所以虽然原来我们不认为 我们自己 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但事实上 我们通通做得到 大慈大悲 发大悲 力大心 通通做得到 只要你的心愿 觉悟 好 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接着我们请这个文龙师兄 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心得 好 上人 金色师傅 还有我们在现场 跟现上的菩萨家人 大家早安 站在这边真的是满满的感恩 在疫情期间 我们大家都还能够这样子共计一堂 实在是莫大的呼报 那今天就是特别欢喜 除了这个诸位菩萨家人 立临现场以外 我想要特别来介绍两位 今天的我们的嘉宾 第一位是今天就有一位 这个曹清禾 曹师兄 我们欢迎他 来 简单 他今天来他就是很热心 我先介绍他 这位菩萨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在那个 大家都坐在观音山 那边有一个硬汉嶺 硬汉嶺登山口 再走进去没有几步路 就有我们卢州区的 叫李又欣师兄 他在那边有个别墅 那几年前我们在那边 清理观音山垃圾的时候 那是也得到 这是全球的好评 大家对我们都很肯定 那时候李又欣师兄 就用他的那个别墅 作为我们的一个休息站 然后现在 这个菩萨因言继续 在那边现在目前在建设 就是接引 因为印汉嶺那边这个 很多人都已经登山 下来的时候可能要歇个脚 那我们罗恒炎师兄 也是我们火花心香 我们的团队之一 在那边就 就是 就跟李师兄商量说 来做一个接引 设计菩萨的道场 那在那边 那这一次 就是曹靖恶师兄 他是现在目前 他是排志工4号 现在目前已经接引了十几位志工 那今天他来的时候就说 诶 师兄啊 有什么事情 可以帮忙没有 那刚好我们这边 激动师兄也是非常欠缺 他就愿意来承担激动师兄 再给他热烈的掌声 还有今天有另外一个嘉宾 要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读书是跨区的 不过曾经有 有演从新竹过来的 那今天我们破了一个记录 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 有来了一个从高雄引道而来的 林仙毅 师姐 请起立好吗 感恩 对 他是高雄期的人文真善美 非常非常的精进 今天这特地 他也是我们这个华华新疆读书会 不可或计的一个好伙伴 职场都要在背地帮忙很多 也为我们来分享过 是 那我说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 包括大家诸位 我们大家菩萨迎来集 希望今天大家 都能够带着满满的华喜 华喜富贵 一路平安 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